先讲一个大市 其实看到道指和标指就再破顶 盘中的时候见过历史新高 收市也是收市高位来的 主要这期的感觉都是受业绩的带动 见到其实十年期债息 去到1.63厘这个高位 都是在徘徊 大纳指就再升百分之一 见到有资金就开始吸纳美股 加息感觉上又没那么快来到 譬如下个星期的FOMC meeting 大家都估计就是减买债规模 但是加息就没那么快 其实现在可以先进入市 其实在特别美股上 从来没有说不可以进入市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样东西 你明白美股现在处于一个三阶段 你只要盲中中的冲进去 有时候就算近期比较弱 很多负面因素 例如Facebook那些 特朗普那些概念上 好像说到 之后会少了人用Facebook等等 但问题是你无端端现在冲进去 可能又会有机会打 但问题就是说 你要知道就是说市场是亢奋的 但当你真的美国联储局开始退市收水 那些加息预期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转身转不转得那么快 而近期来说炒作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最坏的事有意义过 之前美股跌下来怕什么 怕滞涨 怕很多能源危机 怕很多供应链上出现问题 比如运费价格高企 当时甚至有时候说 好像11月Facebook那些传统销售旺季的时间 实际没有货给它买了 那现在就纯粹是冲净一些 开始慢慢转返 但其实是冲净的 如果你看 譬如中国公布出来的 那些航运公司的运价上面 实际仍然是高企的 现在只不过是说这些炒作 出来的那些能源价格 回回一点点而已 国际游戒仍然是处于高水平 能源危机其实仍然是在 所以那些东西你说要转得快 可不可以入市 当然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 你未来要转身转得快 这些位置就是要看市况 牛三阶段虽然代表 那些东西升得上升得很快 但我们也说代表着什么 那些东西回马昌 那些东西突然间转差 会不会突然间有个想法 就是说联储局退市 开始市场流动性收紧 从而有个回调势头在那儿 升得多当然有机会调整 所以讲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货在身的话 这些位置就很难搞的 如果你讲的 因为按道理 你没估计牛市走了差不多 我不知多少年 五只手指数不完 那你现在才走去入市的话 没有说不行的 你不妥理 但问题就是最终的结果 我刚才说 股市永远都会有牛三 走去红一个阶段 当你经过这个阶段的时候 都可以肯定地这些位置买 你多数都是输钱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做一些中场 就是这些位置你做得部署 短线升上来了 超卖了 一定不高直博率 中场线就正如刚刚所说 或者牛市还走一段时间 那你便采取一个叫做分注吸纳的策略 起码你不是一注过在这些位置冲进去 甚至在这段时间你看到很多省 不是只是港股买美股的省投资者 甚至在美国市场上 一些的ETF 譬如大家熟悉的那些S&P 或者说纳指两倍三倍共关 很多个Q的相关的ETF 都交投几活跃的 那升的时候当然是开心了 你想想下跌那段时间 其实那个杀伤力很害怕 那人踩人这样跌下去 所以你说如果短线来说 其中一个关注的转捩点就是说 下个礼拜的FOMC训练 因为说减买债规模 其实都还有很多讨量空间 分几复地去减 还有究竟未来减完之后 那个加息预期是怎样的 因为其实会不会那时调整 去到真的加息那天才调 或者加息那天的东西才变得不对 股票市场永远都是炒预期在那里 整个预期给了你 未来加息的步伐会加快 加慢等等 这些因素就有影响在那里了 近期股市变得好一点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有个共识 FOMC未来会减会退市的 但是那个加息的步伐会慢了 但是现在就将那步伐推慢了 之后可能又会将那步伐 预期加大了 所以那些东西变得很快 所以短线来说 是不是一些入市 不会说不是的 但是你能入市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些东西未来会变得很快 如果这样的时候 就是说迟货的投资者 你是不是都不建议他们这一刻沽货呢 我也觉得没理由 无端端就是下车的 我会让你进行然后é 稍微 我们下车的 赶快 讀 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